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4月30日,FC首尔攻后城南FC 星期五旁晚,新一轮韩职联述先展开争夺 FC首尔将座阵主场迎战城南FC 两队目前分裂职分榜第八,以及第七位 整体演出都是几接近,今仗不妨留意和局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凭住外援帕路斯域中场前的十二马建功,FC首尔上轮联赛 以一比一战和水源FC,虽然指着联赛五连败的恶梦 但球队不赢球的场次,就达到六场 FC首尔目前战绩为四胜一和七负 球队只能排名第八位,防守成为拖累他们的罪魁和首之一 毕竟十二轮失十五个球,军场达1.25个球 要知道,FC首尔联赛至今,军场紧攻入1.08个球 攻守失衡 值得留意的是,FC首尔联赛至今,主场紧拿到两胜三负 当中得失球比位6比5 而球队近期主场发挥令人担忧 最近一次胜利,已经是三月尾对阵水源三星的比赛 可见球员增胜心实在不够 另一边商,城南FC和FC首尔可为难兴难递 前者近期陷入联赛三连败的泥潭 当中球队三场输球紧攻入1个 火力相当疲远,同时,由于近期这波连败 导致原本排名前列的距离,跌至中游位置 纵使城南FC军场失球数不够1个 防守稳固,但球队进攻端相当乏力 军场紧攻入0.67个球 此外,城南FC联赛至今作客战绩只有一胜两和两负 不过球队已经有三轮作客无波赢 虽然城南FC作客拥有不错的防守 军场失球数只有0.6个 但他们作客军场只有可怜的0.4个波 在整个联赛作客进攻最差的队伍 对赛往直 在最近六次交锋中,FC首尔和城南FC各赢三场 而六场各自攻入6个波,同时5个 由于比此近期发挥半斤8两 各取一分都算心满意足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和赞我们的专页 进南英超 法甲 二甲 豪超 KLid 西甲 日积 南美自由杯 南美球会杯 NBL NBA